明楼是高家庄的村主任,为人很是精明,或许是因为懂那么一点点知识的缘故,以至于他跟村里的父老相亲都不一样,无论是见识还是思想,都是偏前卫一些的。 他这辈子,生了三个儿子,不指望他们能干多少活,只要能好好学习,那就算对得起他了,然而这三个儿子中,只有老二是个爱学习的。 整个高家庄谁不知道,高家林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,而高双星跟高家林从小一起长大,自然也是深受鼓舞,虽说不如人家成绩好,但在班里,也算是中等偏上的。 所以明楼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高双星的身上,即便知道儿子没考上大学也没关系,哪怕是偷,也要偷一个名额回来。 故事的后来就变成了高双星去上海念书了,而本该拥有璀璨人生的高家林,却因为命运的捉弄,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 好在他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荒废学业,用文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,甚至还有了去上海工作的机会。 得知高家林稳居上海之后,明楼算是彻底荒了,因为他的秘密迟早是要被揭穿的。 高家庄一下子出了两个有出息的孩子,分别是村主人家和高玉德家,他们的脸上别提有多风光了。 然而,这两位老人不同的教育方式,教出了不同品德的儿子,谁更有福气,恐怕是一目了然的。 注意,福气跟有没有知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 明楼比玉德多念了几天书,并不见得他的晚年是幸福的。 本来,高双星是个挺好的孩子,在得知自己偷了名额的第一时间,就想把真相告诉高家林,并祈求对方的原谅。 是明楼一直拦着他,给高双星灌输了不少上海梦,最终他才会在父亲的怂恿下,背叛了高家林,去上海念大学,并过上了体面的人生。 可高双星的人生始终是偷来的,他没脸回家,更没脸面对高家林。 的确,高双星最终留在了上海,还成了家,可只有明楼知道,自己的儿子被养成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,心里那个苦。 他是没地儿说的,别指望高双星将来发达了,让明楼去上海享福,这一切的人生都是虚假的。 更何况还有上海丈母娘拦着呢,高双星怎会轻易让明楼来上海? 而明楼又因为偏心双星的缘故,早就让其他两个儿子心生不满了,试问谁还会好好待他。 玉德就不同了,他对儿子唯一的期盼就是能够好好的。 就算高家林在上海挣钱了,他也不会要儿子钱的,自己有一亩三分地,每天只跟老伴两个人,也花不了多少钱,就不给儿子增添负担了。 而这种思想只会让高家林越来越敬畏自己的父母。 别说来上海了,就是将来有能力了,给父母买套房子,想必高家林都是心甘情愿的。 什么样的父母交出什么样的孩子,明楼贪心不足,自然会把高双星给带坏。 等到晚年,他得不到儿子的孝顺就算了,反而还会遭到埋怨。 可遇得就不同了,高家林的出息只会让他安享晚年。